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你分析时事 狂追猛打 好 回来第四节的《啤梨漫步》 今天我一会看看 和朋友聊天的时候 我们通常做人 都有一些小小预计 去预计 过程节都会做一些 部署和安排 我稍后 会对我们的《啤梨频道》 有一个很深暖的影响 是不是会不做节目 大家放心不会的 不用担心这件事的 我们华和名流 港建港 也都要为香港人 带来一些欢乐的 不过 就真的要仔细考虑 我想广播时间都很好 但是题材方面 就真的要想 要做得专业一点 又或者看下后日 我们和游蜜见面 看下可不可以 有一个合作的契机 毕竟大家都是中国人 但我竟然说不是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就要很生气了 我搞上你们 无论怎么样 你这人是不知的 你知不知道 我们也要拿着这条线 要是你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有没有坦白痴啊 没办法了 我们是很政治正确的 好了 先讲讲这些新闻 陈奕迅 我觉得他真的有这么多个歌手 他灵灵射多些古灵星怪的东西 当然 他二十多岁就红了出来 现在四十多五十欧 那么二十多年之间 受了伤 就难免 唱歌唱到爆春袋 打球 都可以连几十针的 下巴落地 当然 他根据他经理人说的 情况稳定 不影响他唱歌 说话那些东西 不过 现在连针 这四十八小时 就吃不了东西 还有不能说话 我想他不吃东西是可以的 因为他不说话也挺难的 辛苦 是啊 是啊 等伤口迈口 因为打网球的时候 中暑暈倒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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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室外难说的 你排烈不够 但是你想想 他应该是 你普通中暑 你会有个暈圆先 哎哟 埋一边 埋一边 他现在似乎是 噗 嗯 哎哟 我想这个真的要小心 希望是没什么其他东西 要验清楚 有眼睫啊 嗯 就是 那 喂 腮骨 咔的跌下去 下巴落地 哎哟 向前些 哎哟 以他那么重呢 我想他都一百八九十磅 起码 这样落地 腮骨裂了 下巴伤口见骨 要连三十几针啊 啊 喂 真是要照 不過我想他们都应该照清楚的 啊 那 重庆站的演唱会 陆场演唱会 就会延期了 啊 好了 那这件事呢 就是今天的主材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 副科名医 孙鸿石涉嫌性騷擾 那这件案呢 他比较复杂之处呢 我第二次看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副科名医 被投诉性騷擾 而被投诉他的证人里面呢 其实呢 包括今天的这个证人 也都是被辩方 就是这个孙医生的律师团队 他质疑他 其实是不是跟他们 就是这个孙医生 医务所谓其他同事 有那些工潮 甚至乎其他同事 集体离职的 似乎辩方律师团队呢 就想将这个议题 带进去 OK 影响 因为现在其实在医务委员会那里 審的嘛 不是法庭嘛 影响医务委员会 那班人的判决 就是觉得 是不是这件事 究竟会不会是 因为其实凡事的性数 很麻烦就是 一面支持 一面支持 那如果能够证明到 这个投诉人 或者证人 他原来是 involve过去的一些工潮 对医生有些 反感 是不是有屈他的成份呢 就似乎 想带进去 但今天这些都不是重点 因为我们 始终是二手鸟 和这些东西 你问我 我觉得没有做过 就很难屈的 为什么呢 宅忠而公 公潮就还公潮 因为畢竟这件事 不是兴乡的东西 还有 如果没有做过 无中生有去屈人 香港人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因为都没有那么坏的 你屈人 你要记住 可不可以 就是你问我 一方面 这一个证人 和那些旧同事 在这里工作不愉快 有些工潮 有些争拗 而一方面 当然医生可能真的有性需要他们 是有可能的 当然 你说在房间面去屈他 哪样大一点呢 就是一个女生走出去 没有那么屈他医生 的机会大一点 其实都是 我们现在判断 其实那个医务委员 都是这样判断的 好了 但是比较可笑的就是 这一个医生 在这一个庭上面的表现 无论端端 我反而觉得无私 显建私 和多了 over了 我觉得真的多了 我们看看发生什么事情 医务委员会2022年 接获副科名医孙石雄被投诉 说他涉嫌性骚扰旗下医务中心的 时任女职员 案件昨日进行第四日审讯 搜名向医委会投诉 姓院的时任助互接受盘运时候 他曾经就另外一宗诊所怀疑失涉的事件 被孙医生和他老婆禁锢 要求他写悔过书 他曾经向当时任业务的经理求助 但是这个姓院的座户说 未向任何公司同事透露过 孙医生曾经说他 你衣服太低 我很想装一下 的性骚扰事件 只是同一个 和他认识了八九年的好友去交代 即是说医生骚扰过去 这个 和他相识相知 八九年的好友 也有上庭组成人 首先控方本来今天就会传召 控方案发时在医务中心做事的经理老婆上来的 但是这个案发时候在医务中心做事的经理老婆说 上不了你 为什么会上不了你呢 之前答应了 那是不是有压力带上不了你呢 还是我不有空就不上来呢 因为我不知道医务委员会的传召能力 就未必带到法院 还是如果你想想答应了 是公义做证人的 因为这一个是控方传召的人来的 为什么控方的证人 就是当时任职经理 那位人兄 那位老婆 会这样 就是不上来呢 是不是受到什么压力呢 好了 于是控方就传召 第一个向医务委会投诉 当时在做助理护士的姓院的女孩 上来大家接受盘问 OK 他说第一 在性骚扰事件发生之后 同时间有几个合照 为什么你不拒绝合照 院在户说 因为孙医生是老板 他不会拒绝 但你不同意 当时对孙医生是没有负面感觉 这个是合理的 他那时候性骚扰 他会拒绝 有时候女孩 第一 他都会怀疑孙医生有没有心 还是讲笑 他要观察 第二 你那时候还没有去到那些阶段 那整班同事拍照 那你想他怎样 这个很合理认通 他说 我不跟他拍照 他说 我胸口很低 想看我 你不会这样 这个很正常 OK 好了 其后 这个座 这个座户 再被问到 那你有没有跟其他一众同事 就一众同事来职 就是旧同事来职 新经理上任之后 跟孙医生讨论 能不能继续做事 在这裏做事 院座户就说 不要 OK 我想他们 不要搞到我 他们的意思就是孙医生 和孙医生老婆 因为他们觉得我和以前的同事好 但其实我不是 如果你想看智女行 就猜到基本上是兵变 顶尾不顺 老实说 那些旧同事 未必跟这个院座户很好 但是都会想 喂 阿院来一起走 为什么呢 跳起去 是吧 好了 其后 医务中心发生的一件失舍案 OK 涉及院座户曾经在中心 拿过两本 训练新人的手冊 OK 就是当时呢 是什么时间呢 正值是 一班旧员工 离职之際 这个院座户解释 当时和公司的沟通 不会以为是其他笔记 所以拿走这些笔记 喏 是不是真的有 不会呢 还是有些旧同事 想去另起路做 于是叫你拿 你还在做 拿两本 手冊 也有可能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 怀疑失舍事件 好了 但是 你想想 那时候 其实你看到 就知道那时候 医务所很混乱 那时候 他今天在做一个美国 有些事情 是要做一个美国的 很难的 那时候 而且他有很多 也要做到 他会做到 那时候 那时候 他会做的 他会做的 但是大家可以想像到 大家在職場做的事情就知道 兩本訓練員工手冊不是什麼秘密 你搞到要報警要去悔過書 其實無論如何似乎這兩個孫醫生 為什麼要去悔過書呢 不是想動他 是想他留在那裡 還有他拿著他的東西 留在那裡有人做事 拿著他的東西等他 因為悔過書 等他不要再跟那班舊人聯絡 幫他們做事 那時候他的想法應該就是這樣 好了 於是阿遠坐戶後來打電話給他 已經離職了的業務經理 即是他們醫務所的經理 但當時離職了 做求助 辯方就是孫醫生的代表 質疑為何不打電話給其他同事 打電話給離職的同事 他就說怕會阻礙其他人做事 這個其實是不合理的 因為很明顯 離職的同事是舊人 熟人 即使你是否打算跟他們離職都好 是會跟他們比較多聯繫的 會問可以怎樣做 那其實呢 當然也不排除了 他真的跟那班舊同事 當然我們不知道 是關係比較好 但不代表關係比較好 一定會幫他做事留在那裏 或者是跟他們走 但問題呢 原來呢 最重要的就是呢 這件事呢 這件事呢 原來呢 是警方已經完成調查的了 就是這件 所謂懷疑失涉案 警方認為 和性騷擾案沒有關的 所以呢 其實呢 昨天的醫務委員會 那個辯方呢 這樣提出這件事 基本上呢 醫委會 那些 那些 我不知道是官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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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呢 是不需要 這些內容 在意見的 但是 在考慮 在判決 但是呢 去到這個時候呢 就見到 醫委會的法律顧問 沈炳生呢 就打斷他 打斷啊 遠祖 你答得了 你答 人家問你 你答得了 至於關 這件案子 關不關 你那個性騷擾的 投訴詞呢 OK 你如果關的時候 控方自然會反對 他講的 好像是一個 情好 兇合理的程序 公道 OK 但是你見到 我看下去呢 就覺得他 都是站在辯方的 那邊多了 嗯 那當然啦 因為為什麼呢 啊 控方他有沒有代表律師 我不知道 那個人那個 是不是真的有代表律師呢 或者有夠經驗的人 我真的不知道 OK 好了 至於 他說 孫醫生說 他件衣服派低 很想看一看呢 他說 他一直沒有跟任何人提過的 就是跟他八九年的好朋友談及 OK 好了 好了 這一個呢 八九年的好朋友 接著又給了口供 他說呢 其實呢 他呢 就經常罵他的朋友 OK 他說為什麼你不馬上說 不知道怎麼面對 就辭職了 他說遠過去 有提過孫醫生 認為他說的東西很輕 嘩 我從常你說的 嗯 其實如果你要屈個醫生 你說跟我認識八九年的朋友 有說過這件事 那個八九年的朋友 不是個個這麼夠膽 上去這些地方做工 真是講大話 而且 我看見這個陳小姐說 他很理直氣壯 他說 當遠坐戶說他被人性騷擾之後 他就叫遠坐戶辭職 但是遠坐戶就緊回頭 唉 不知道 所以他替他很不抵 他已經說過不止一次 所以印象中我經常罵他 為什麼不馬上說 不知道怎麼面對你就辭職 不然就馬上說 我從這些說 不是個個可以的 你說過平時大口 你真是上去到這些地方 這樣說謊都不是個個可以的 好了 至於 遠坐也承認 其他性騷擾言論 他不是親口聽到的 除了那次遠三號低 我想看一看 那次是針對他之外 遠坐會在其他人口中聽到 包括一次性交六千八百元 是前經理老婆跟他說的 還有那些同事說 醫生四夜很準 即是醫生丟 孫醫生丟他的臘 醫生四夜很準 其他同事跟他說的 我想這些同事會陸續出來做證 至於你說經理口中一次性交六千八百元 就不知道 我交代這麼多件事 我真是想說 就是孫醫生抬氣 要你又沒有 如果你被人冤枉的 是否要這樣做 我不認識他 即是說他能夠性格 在休庭的時候 在休庭的時候 孫醫生突然間走出去 當然休庭 然後回來 短暫出去 然後突然間 吭哭爭鬥 吭哭爭 吭哭爭 吭哭 吭 然後 如果你的不想是哪裏 你拿一本聖經 放在桌子上 然後 於是 吭哭 天父 吭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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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多了呢 我真是覺得 哦 有時候我們不可以看電影 這件事你問我,就算是屬實的,以我對這位會的認知,他沒有事 難道是你排名嗎? 最多是譴責你,叫你辰言,他停牌三個月,緩刑 我都未必很清楚,緩刑,老實說,是否真的有性騷擾呢? 其實都未必肯定,但口花花輕飄,而因為,剛才有冰變 冰變的事是否因為平時的behavior,都很難說,就出現那麼多 然後,你洗不洗呀?又什麼張顯公義? 你夠膽講,你沒有講,我的衣服那麼低,好想看一看 因為這個是,阿遠做會直接講的,通常那些人不是那麼夠膽的 一般來說,尤其是我都會傷到醫務委員會裏做證 之前又報過警,等他們自己搞 好了,講完這件事,我們要休息一下 四個美籍教師吉林如刺 你覺得是什麼事? 第一,我又不覺得這四個美國教師,他們不會得罪什麼人 傻佬? 異和團?或者異和團傻佬? 我覺得真的有機會異和團傻佬 這件事未必會搞得很大的,大家又放心 現在搞得很大,即是,你們想著因為搞得那麼大 最後在最後都未必那麼大 我估計大陸官方一定是說,傻佬啊,一定是跟人吵架啊 你問我,我也覺得是傻佬啊 他問我,即是公道一點這樣說 幾個這樣的教師,你搞得來做什麼? 但是這個問題現在大鑊在什麼呢? 大鑊在呢,現在是美國民間的情緒 先不要說那些議員一定是落井下石啦 現在美國人,屌你百分之五十以上 覺得中國是敵人 百分之八九十就是不喜歡的 喂,你這樣這個就是危險了,反而 即是變成日後,我不知道哪個政府啊 如果真是,你昨天屌了什麼土耳其 以前人又說要加,加多你五十三十個巴仙 那個什麼啦,那個關稅啦,那些電動車 喂,現在只是這一課你都死了 是吧? 澳洲又說要加呢? 那你怎樣呢? 喂,你現在,喂,現在已經啊 擺到整個碼頭都是十幾二十萬補 一個月,那個產能力就這樣 那你怎麼搞呢? 你一加你不用,一加你三四十個巴仙 你都沒有競爭力了,是吧 好了,現在越來越傳出來 又說那些東西不耐啊 那我不知哪些人說啊 又是電動車,甚至乎是未來啊 喂,你真是很難搞啊,這些東西 那怎麼辦呢? 我們偉大主席 我真是不知道他怎樣 好的,謝謝 謝謝大家